2022年向甲季前赛上演了超级大逆转 这盘棋太过精彩 来不及多说 与大家分享这盘棋 这盘棋是由红方河南队的向义大师何文泽 对阵黑方上海队的向义大师赵伟 开局选择先知路 黑方队兵局 红方选择兵底炮 这里黑方直接架起中炮 威胁中兵 红方走了一步少见的飞向 以往选择抛八平五或马八进七的角度 向三进五是棋手少见的一个选择 黑方马八进七 可能是何文泽想出棋之胜 这里跳起拐脚马 黑方出局先抢战要道 红方马八进七必然 黑方编马跳起之后 红方直接兵三进一 黑方吃掉必然 红方再选择抛八进二 准备先棋后举 消灭对方过客族 这样正好调整了自己的位置 这是红方非常好的一个出子策略 那么黑方怎么应对呢 这里快速出动大子即可 既然小卒已经无法保住了 索性把他放弃 红方打足 黑方并不怕对方打枪 所以直接甩鞠抓马抢先 红方对吃 黑方肯定是不愿意丢炮 因为丢掉炮 这个马也受攻 而且开局当中 炮是不要轻易丢给对方 那么开局当中 又炮去换马 并不是好的选择 所以黑方选择抛二平四 下到这里 红方怎么解决拐脚马的问题呢 何文泽首先呢 是先打马 打掉之后呢 让你刚才 炮二平四这步棋呢 成为一部空招 你只能平炮之后 再打过来 让黑方呢 浪费一步棋 红方呢 再选择鞠一平二 处理的是极为的到位 那么黑方吃 红方炮打相 先捞一个便宜 再把对方的鞠呢 给吃掉 这个棋下的事呢 红方的优势是吃到了一个相的便宜 但是黑方这边 鞠双炮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黑方抓住机会 直接呢 抓马抢先 让红方的鞠呢 来不及抬头 那这里红方只能先躲一步 黑方再选择吃炮 在这里呢 对对方的炮呢 来了一个降维打击 欺负对方的炮之后呢 再选择平炮抓马 由于呢 黑方鞠双炮速度比较较快 连续的抢先 红方呢 只能先行忍让 这里选择上一个外马 黑方抓住机会 进炮 直接呢 攻击红方的七路马 何文泽大师这盘棋 前面走得很快 也没有多想 直接越马盘出 造伟大师 挥炮打中兵 红方上市 再选择平炮呢 准备底线的一个闷弓杀棋 局面到此啊 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 红方呢 直接走了一步初帅的随手棋 应该是这步棋啊 是一步非常的坏棋 这步棋很差 正确的走法呢 应该选择回马 那么回马之后呢 虽然说有点委屈 但是呢 是可以保证自己 这个防线的安全 将来准备进去吃中炮 那毕竟呢 黑方的鞭马战身使不上力 红方局部呢 将来的战场上呢 是多一个子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你平炮 我就初老帅 这样呢 你就没有下底炮的将军了 那么接下来看啊 这个就红方选择初帅 我们说的随手 那这步棋坏在哪里呢 因为黑方接下来有一步进炮 然后有一步非常精妙的炮打士 这步棋啊 应该是红方忽略的一个点 那么打士之后呢 你不能用士吃 否则打你鞠 也不能用老帅吃 否则进鞠又杀棋 那红方呢 就非常的尴尬了 这个棋啊 不光是丢一个士的问题 关键是呢 黑方的炮得以保留呢 直接形成了夹鞠炮的一个 非常威胁的一个攻击 这个红方呢 非常的难受 实战当中 红方往前跳马 黑方进鞠一将 红方只能上帅 在这个局面下呢 我们通过猜解 黑方最为凶悍啊 也最有杀伤力的一个下法啊 是平易不拘 看起来人畜无害 实际上呢 是暗藏杀机 那非常厉害的一手机 这步棋呢 扶有杀士的手段 当然呢 还有其他的很多 这个威胁在啊 我们分别呢 列举一下这个红方啊 这种走法 我们假设呢 红方这个时候平局去抓炮 那显然是不行 黑方呢 这时候退炮 准备要平局杀齐了 那你只能呢 去把项躲开 那么黑方再选择甩鞠 准备叫杀 这个棋呢 红方就无法解救了 这个棋呢 只能去 呃 投资服啊 这棋呢 已经是绝杀了 因此呢 平局是不行的 那么如果选择退马呢 虽然也不行 黑方直接吃 这边是杀棋啊 那白丢一个大子 那如果选择先把这个马躲开呢 黑方啊 又可以选择退炮将啊 那你这里选择躲呢 我就退居一将 你下帅肯定是不行啊 我浸泡一将 再一将 直接呢 就绝杀了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呢 如果你选择落下啊 我退居呢 可以抽掉红方的居 随着这个棋啊 怎么下都不行 如果黑方走出平居 应该说红方啊 是非常的危险了 但这部棋呢 确实是不太好去观察 实战当中 造为大师呢 走了一步退炮 应该说呢 虽然说不及平居来的狠毒 但是也是行之有效啊 依然是黑方大优 红方呢 只能先落下 这样去解杀 黑方平居 是一步非常好的叫杀 红方选择退马 也是无奈之举 下到这里啊 应该说呢 黑方已经是大占优势啊 那么红方被迫退马 看住黑方居叫杀的位置之后 黑方啊 实际上可以从容淡定的去吃一吃对方的事项 因为红方现在子力呢 也上不去 这个棋呢 可以随便吃 接下来呢 这个将军或者继续吃啊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占便宜的方式 实战当中呢 黑方选择足五进一 也是可行的 那这个棋呢 走得很直观 将来呢 准备继续进足呢 抓马 这个马又不能动 所以红方呢 立刻选择退马 直接呢 威胁踩炮 黑方显然呢 有一个退炮将军 实战当中 黑方选择炮八退一 这步棋并不是很理想 那么正确走法呢 应该是选择炮九退一 那这里面差别在哪呢 炮九退一的好处 是红方如果还是选择马三退五 那么黑方足五进一之后 这个马跳上去啊 不是彩炮的一个先手 这个非常的关键 我们来演变一下 假设下到这个局面 红方再往前跳嘛 那这里不是彩炮的一个先手 黑方可以从容的将军 再选择退一下局 准备呢 将来摇到七路线去进攻 红方平居 黑方也可以强行平居抓马 这样去交换 那么你吃炮 我吃马 这边还要叫杀 红方的马呢 位置很差 黑方的足呢 速度很快 这个棋 黑方呢 是打仗优势 实战当中 这个棋啊 有了一个小小的差别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差别 导致了局面的一个逆转 实战当中 赵伟大师选择了炮八退仪 那么红方马三退伍之后啊 跟刚才就存在了一个本质的不同 黑方如果还是走足五进仪 那么红方上马踩炮 这个棋啊 是一个先手 黑方就来不及平局退局 这样的一个思路了 那这样的一个先手呢 将形成局面的一个重大的逆转 实战当中呢 赵伟大师也看到了 拱足呢 被对方尽马蹬一脚很难受 所以选择退炮 这步棋是好奇 那么黑方接下来呢 也是准备把炮退回来啊 将来摆中炮等等 摆中炮把这个马赶走 再形成一些攻势 实战当中 红方选择进率 黑方平局 再选择跳马 这步棋呢 也是极为的必要 红方如果不上马 被对方平炮牵住 那很难去摆脱了 把马跳起呢 防止你的炮呢 将来平中 四季我就可以把你换掉 黑方这里呢 选择冲中阻 红方平局 下到这里啊 应该说呢 黑方的优势呢 已经不可控了 因为红方甩局过来之后呢 已经对黑方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红方现在也是三次规变 胜利的天平呢 已经向红方开始倾斜了 那么赵伟大师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非常紧张 他呢 选择将军 再选择将军 实际上啊 在这个局面下呢 红方直接马斯金二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将来就算把你的炮换掉 那么你黑方前线 鞠炮足 对我的威胁呢 没有我鞠马炮来的灵力啊 这个编马呀 始终是没有发挥他的威力 也是黑方后续啊 没有抓住机会之后 导致呢 这个后劲不足 那么红方走到这呢 也没有去进马啊 他选择进帅 这个其实何大师啊 一直呢 走得很快 实际上时间还是比较够的啊 他当然没有去 过多的去思考啊 就直接选择进帅 因为他认为黑方 你现在也没有骑的啊 你现在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呢 足冲不下来 我的鞠呢 攻守兼备 所以呢 双方在这里呢 也是走了几个回合啊 造伪大师 为了加一下秒 那么走到这呢 黑方变招 选择较将将 红方呢 就下率 黑方这个时候啊 强行进炮啊 平炮 那么也是逼着红方进马了 红方选择进马 下到这里呢 黑方实际上局势 已经是非常糟糕了啊 横足一将 红方呢 踩炮反将 非常轻盈 马武器溜一跳 顿时呢 这个局势就豁然开朗了 你会发现啊 黑方的攻势呢 已经被瓦解了 反而呢 红方的马跳出 踩足呢 是一个先手 将来跳上去呢 踩势 直接呢 形成了狙马炮的一个攻杀 那么红方这个狙马炮的威力啊 显然比这个狙炮足更厉害 黑方的编马呢 还在家里面睡觉呢 那走到这呢 红方啊 也是取得了一个 非常好的局面了 造伪大师非常可惜 这个时候选择横足 红方显然呢 是躲局 黑方这里走了一步平局 应该说呢 是最后的败招 如果我没有记错 造伪大师最后只剩下10秒钟 也是荒木则路啊 没有办法 选择了一步平局 这步棋呢 是最后的大败招 红方呢 这个棋不用理 因为你这边没有什么杀棋 没有什么攻击力 果断呢 选择跳马就可以了 那黑方无奈 选择将啊 这边将呢 也是没有用啊 实际上加加秒呢 发现啊 这边呢 也是没有办法防守 那么选择上市 再选择踩市 黑方只能上将 红方退局一将 黑方只能再上将 这样呢 退炮一将 形成一个绝杀无解 这盘棋啊 应该说开局到中局 赵伟大师处理的非常到位 那么打中式形成夹局炮 已经取得了一个巨大的盛势 红方呢 在危急关头 临危不乱 把老帅呢 走到三楼 应该说呢 凭借着强大的心脏啊 有一颗大心脏 最后呢 顶住压力 实现了超级大逆转 这是一盘非常精彩的对局 亲民炮们 更多向甲 精彩对局 关注精进讲期 下一讲 更精彩